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陀儿 在过去几小时总算比较缓慢地向北移动了 下午两点来到高雄南南西方大约210公里的海面上 我们预估未来依旧已偏北转北北东再转东北的方向移动 但是移动的速度依旧不快 那目前我们所发布的海上警报路上警报区域依旧 海上区域还是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 陆上警报区域是花莲以南的区域云林以南的区域还有澎湖 至于未来我们预估它的移动速度不快 然后向北转北北东 预估明天会在南部登陆之后再慢慢地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由于它的移动速度并不快 而且我们预估台风它到我们陆地上以后 结构是会被陆地所破坏影响的 所以在我们所做的追星预报中有向下调整北部和东北部的中雨量 而以这样的情况看起来 其实在台风影响时间之内 海面风浪以及阵风都已经明显增大 提醒大家今天到明天 在横川半岛海面以及西南部的沿海会有8到10米以上的浪高 另外花东沿海中部以北沿海以及澎湖会有5米以上的浪高 其他各海面的浪高也有4米以上 而且台湾附近海面依旧有长浪 像小琉球浮标东沙浮标这些依旧有观测到7到8米的长浪的巨浪的长浪 而且它各海面的长浪也都有 今天明天两天 甚至到台风逐渐离开以后 长浪的情形还是会有 提醒大家海面上的作业或活动要特别的小心 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 每6小时的定量降雨预报 我们来看细点的时间 这是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清晨2点 明天清晨2点到明天早上8点 明天早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 对不起到明天下午2点 明天下午2点到明天晚上8点 从6小时的定量降雨预报中 我们可以看到花东地区还有屏东山区的雨继续下 那随着台风靠近 明天白天南部地区的雨 断断续续开始下 但是在下半天以后雨会变得很大 因为台风又要来 而且这次台风来的是很大的台风 昨天晚上已经升级为强台 那它本身呢 因为没有受到中央山脉的阻挡 所以它的风雨可能会很惊人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这些重点溢烟的地区 我们再寻过一遍 再寻过一遍 所以即使在台风的前夕 也许过两天会来 也许在这个前夕 我们再抢一下 再抢一下时间 再把一遍水地区 像刚才这个区块 我们再把它再清一下 台中今天是风雨来前的年纪 中央气象局甚至预报 今天可能会有焚风 就是天气会非常的闷热干燥 所以今天大家小心中暑 但是明天要注意 明天要可能风雨就会进来 也因此我们要做好各项的准备 希望这样的准备工作备而不用 台中平安 真的很严重 像这块海绵已经湿了 真的超湿的 这是很夸张的对不对 对真的超夸张的 台湾不少人都以机车代步 通勤上班 不过机车族坐垫长期压坐 摩擦难免会有破损 小问题不解决 遇到下雨天可就麻烦了 坐垫有破的 可能被割到什么的 然后就是长期 就是可能不管它 因为有时候下雨或什么的 然后就导致说 就是里面会发霉这样子的 我们只要破小一个洞 我们就换掉 裤子撕掉不舒服 我们时机来到北市万华 西原路二顿上 一家开业35年 机车坐垫皮工厂 现年48岁的刘老板 本身是万华在地人 国中毕业后开始当学徒 在哥哥经营工厂上班 一晃眼就是33个年头 刘师傅不藏私 机车坐垫皮 优劣势分析 翻修过程大公开 因为你的坐垫皮已经破了 所以我们会建议客人 先把坐垫拆起来 把皮整个拆开看看 海绵有没有说潮湿或是怎样 或是要更换海绵还是怎样 因为假如没有看到里面的内容 我们都没办法跟客人告知 里面是什么情况 这样子 然后我们先把皮剪破 看里面的程度 损化程度到怎样 对对对对对对 像这块海绵已经湿了 哇真的超湿的 这是很夸张的对不对 对真的超夸张的 可是又逢下雨 然后皮破了没有马上更换 才会导致成这样子 难怪我一坐整个屁股都湿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插开以后会把土丁 稍微整个拔起来 这算是严重的吗 算普通严重 普通严重那均匀重是怎么样 整个海绵好像泡到水里一样 就一坐下去整全湿 还有马桶里面会进水 嗯 像今天就有换一两个 都是马桶里面都已经跑水了 哇真的喔 对啊像这样子 哇 真的很严重 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会建议客人 看人家换新海绵还是怎样 以我这个现在目前的状况来说的话呢 我们都会建议客人换海绵 假如说像你这块 已经破得很大一块了 很大洞了 所以我们都建议客人 一定都要换掉 因为你的皮革已经变硬了 你只要再包下去 会把上面那块皮用破 所以我们都像这种 我们都建议客人把皮整个拆掉 好拆解完皮之后呢 像有些铁钉都是已经翘起来了 所以我们会把铁钉拔起来 为什么会翘起来 因为我们在拆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铁钉会翘起来 所以我们都会把铁钉整个拔起来 像这块海绵已经湿了 所以我们会把它换掉 因为到时候 你假如不换掉海绵湿的时候 会导致铁钉生锈 然后皮又翘起来 等于有换跟没换意思差不多 所以它是年代性的 对 所以我们都会把客人的海绵拆掉 是因为日晒雨淋 然后我们身体屁股有去摩擦 导致海绵会坏掉 像这样子我们都建议客人都换掉 哇真的 然后我们就会拿一个中途海绵给客人使用 然后强力粘胶会稍微固定 固定一下坐垫 然后就看客人的需求要用公司皮还是防滑皮 还是麂皮 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我们都跟客人讲建议用一体成型 完全无接风 不会跑水 然后公司皮会稍微滑一点点 防滑是比较紫滑 几皮是目前现在重机大部分都在用几皮 那一体成型价格来说的话呢 它的价格分别是怎么样 这个大概是500块左右 几皮大概700 公司皮那种一个450左右 行的 所以我们在制作的过程 会把皮稍微用热一点让它好拉 才不会说用起来就会有皱褶感 所以原则上我们在使用过程中 都会用吹风机稍微用热一下 就是把皮革用热 在制作的过程中会比较好拉 也会比较平整 你看像这样吹过以后皮革就会比较平整 不会说有皱褶这样子 这个就是跟新的一模一样了 哇哦 但是大功告成吗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再把它修剪一下 去腌就对了 对 把多余的皮全部剪掉 好了 这样就完成快了 漂亮的作点 那我应该早就应该要来换 屁股湿好几天了 好了 炸光完成